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的头条也是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今天正式登场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希望双方抛开争执 好好交流 而联合报则是报道 行政院长林全 昨天和社会团体座谈的时候 承诺已经拆除三年 大浦开发案的张药房 原则上原地重建 接着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 赵丰银行纽约分行 违反美国反洗前法规 遭到美国重罚57亿元的新台币 而金管会和台北地检署 将分别调查追究相关的责任 金管会表示 不排除请赵丰金控前董事长 蔡有才前来说明 违反美国反洗前法规 遭到重罚新台币 57亿的赵丰金 昨天股价已跳空下跌 5%开出盘中最低价在22.05元 最后股价收在22.3元 重挫6.3% 一天之内市值就蒸发了204亿 赵丰鸡股价重挫 也连带拖累了14家金控整体市值 一天缩水超过605亿元 财政部紧急和八大公股航库开会 要求针对海外分行的法令遵循 和反洗前机制提出检讨 对这个所谓法律遵循 就有点太过轻忽了 今天如果说法律遵循 知识足够的话 早就可以处理掉了 早就可以按照他的这个法律规范 来做修正 而金管会也邀请财政部 法务部以及中央银行 组成赵丰银行遭美财阀案 跨部会因应专案小组进行调查 追究赵丰银行相关人员的 可能责任 由于这起事件发生在 前董事长蔡有才 担任赵丰银董事长的任内 金管会表示 如果有必要 不排除请蔡有才到会说明 而赵丰金控总经理吴汉清 也已经口头请辞 不过获得金控董事长 徐光锡未留 记者王博温 陈陈立峰台北报导